祈祷神明就到 不是不報喔 是失蹟未到 假使今天到了 陰間的陰靈 有冤情 他可以向東約大帝 申請說 我想要申請黑令旗來 追討在陽間害我的人 要糾纏他可能十年二十年 或三五十年 或糾纏他到最後那一口氣 都可以 拿到黑令旗最大 這表示說他受到的冤情 讓他蒙受贈的 不白之冤 台中五一告終是命案 延燒至今 仍是眾說紛紜 日前才有靈媒 稱受死者賴心高中生所託 協助穿搭命案真相 十三日又有一靈媒 也表示受到冬月大帝的指示 故將宜蘭冬月廟的黑令旗 代致賴南靈堂加持 盼能協助查明真相 而雖然靈旗擺放在靈堂內 不到七十二小時 又被廟方人員請回廟宇內 但這是否代表 生命已答應親自出馬 命令老師關靜 也受訪分享看法 那好像聽到後來說 好像是一個小差 也就是說 其實是拿錯了 這個是在廟宇正寶之物 是神明所持有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善美小誤差 就是誤打誤撞 好像也類似 祈到神明就到嘛 對不對 好像類似說這個 冬月大帝是不是也覺得看不下去 可能想要藉由他這個奇令道 神佛就到了這樣的一個威嚴 來讓這一些所謂因果這個事情 在陽間也形成一個 提醒我們世人 這是因果未報 這個不是不報 是時機未到 這個意思 假使今天到了陰間的英靈 他是不是經過所謂的訴訟 我受委屈了 我有冤望 我有冤情 他可以向東月大帝 跟地藏王菩薩來申請說 我想要申請黑靈 起來追討 在陽間害我的人 好 如果經過所謂的民間人間的訴訟 他真的申請到黑令請拿到了 申請權 好這個時候 我們要知道 這個天貴地律當中 任何神佛都要退位 一定要讓他 黑靈禧這個冤魂來討報 那這個討報 當然不是他直接冤魂去直接討 一定會透過第三空間 或第三者或第三環境 來讓他想討報這個人 可能遭受淋虐 或是遭受不堪 一直覺得我覺得他真的是在我 看得下去的狀態是凝虐到我甘願 才會放手 所以所有的神佛一定要退位 一定要退讓 不能去插手 這個叫做 如果是黑令旗最大 這表示說他受到的冤情 可真的是 讓他蒙受真的 這個不白之冤 或是上司的生命 或上司的他們家的名譽 或是上司的幾乎是 連帶很多條人命的這樣子的一個冤情 所以說神佛一定要退位的 我可能要糾纏他 可能十年二十年 或是三五十年 或是糾纏到他到最後那一口氣都可以 被黑令旗纏上通常是致死防休 而老師也分享曾聽過的真實案例 女孩為仇男友留學費用下海做八大 沒想到對方竟是情場騙子 將女友辛苦攒了一年多的錢 全拿去養小三揮霍 事後攤牌金還對跌骨鎮高的女孩見死不救 後來他也是請到一樣的黑令旗 那當然每個人他在報復的 或是說他心中的仇恨 多跟少真的不一 所以後來聽說這個男生 他後來是在他這個女生 不小心跌落這個鎮高之後 那也聽說也是經過黑令旗 幫他討報之後 這個男生其實在沒有多久 已經精神失常 後來聽說這個男生後來的健康 他就是身上會找一些農包 那剛開始可能醫生會覺得說 這個免疫力下降 好那沒有沒有多久又變農包 又變成是那個 已經侵害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神經的組織 就類似一定要歪著這個坑 就很像我們那個什麼 糖尿病要截肢有沒有 就一個洞 一個洞 活體這樣挖 因為已經開始漲一些農 沒有辦法去保留他那個肉體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講說 因果不是不爆 時候未到 但是我們當然就是說 你看陰間裡面 他還是有秉持為這些 所謂的陰間的陰靈 他們有組織一個所謂的正道公道 很多人他並不是想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是不得已或是被人陷害 被人這樣子推落 或是被人家做這樣子的一個 挖一個洞去射陷阱 所以我覺得天地當中 老天也是有公道 然後當然我們也透過有這樣一個陰間的管道 就如同人間的這樣子的一個管道 可以做申訴 可以有個宿願會 可以讓他們這一些陰靈 有得一個所謂平衡他們自己 這個當初的這個冤 這個願 也讓他們可以有這個天地當中 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那可以做這四個你有說話嗎 讓他們找到了 就是這是結果 那一個人在買給他們的 那一個人 如果他們值得 他們就不得有選擇 他們值得 他們 RESPON